那我们用大葱怎么来解决这个鼻炎呢 给大家看上一看 咱们用的这药 看看大伙认不认识 阿姨您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 好像就是那个 什么他们说的叫什么鸳鸯豆 估计难度比较大 这个是一个临时环节症状 如果你这个鼻炎 对冷非常敏感 堵得非常厉害 用这个就是用完以后马上就痛 这种有效果是什么 不是那个 这个好用 这个比低鼻子那个效果还要好 这个效果很好 这个怎么跟哪个些药来配 就这两个 一个叫白纸 另外一个药叫心仪 白纸和心仪这两个药 都是中医里面经典的 宣通鼻翘的药 再加上这个大葱 葱板 葱板也是通阳气 能够宣通鼻翘的一个药 三个放在一起 这个量通常是这样 大葱15克 白纸9克 心仪9克 这个量通常是这个比 就一次的量 一次的量 把它 比如说熬个25分钟 或者再短一点也可以 熬个20分钟 趁热喝下去 这比较几乎马上就通 喝就通啊 通常在半个小时之内 鼻子就通 半小时之内就通 最多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是即刻起效的一个药 就不通的时候就喝点 好